我们注意到相关的情况 我们也注意到近期摩根大通 瑞银集团 德意志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 都上调了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 普遍认为中国宏观政策的效果不断显现 三季度中国经济持续恢复下好 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经济运行积极因素不断累积 今年以来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全球通胀水平仍然较高 等复杂远近的外部环境下 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 潜力和活力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称 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 贡献全球增长量的三分之一 中国贸作会最新的调查显示 近七成受访的外企 看好未来五年中国市场前景 外商参与进博会 服贸会 广交会 萧博会等展会的热情 持续高涨 以实际行动 践行开拓中国市场的决心 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压仓石和动力源 我们将继续推进高水平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 同各国分享中国是现代化带来的新机遇 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发展繁荣 做出更大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